严格说起来,基督教不是宗教 宗教是什么? 宗教有点像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自动贩卖机 宗教就是说,它好像是 自动贩卖的机,类比说像是神 然后,这个宗教就是说 你手上拿着一个使用说明 告诉你说,怎么样使用这台机器 你只要把这个钱丢下去 然后在什么地方按一个钮之后 它就会从里面跑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所以,一般的宗教就是说 我们只要知道说,怎么样跟那个神、那个神明互动 我只要拿什么东西去拜祂 祂就会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你不需要跟这个自动贩卖机之间 产生什么样的关系 你不需要说,天天我来陪你一下 自动贩卖机,我要多花点时间陪别他 这样的话,他才不会故障 不用 你只要说,你照着那个规定去按按钮就可以了 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子 基督教是一种关系 它不是宗教 它是像爸爸跟孩子一样 我跟到爸爸面前不是说,我照着这个稿念 爸爸,我爱你,请你今天给我多少钱 然后,我可以举三个工,磕三个头 然后,他就给我了 然后,下一次来,再次一样 爸爸,我爱你,我今天需要多少钱 你给我,请你给我多少钱 然后,给你举一个工,磕三个头 然后,他就在给你 这叫做宗教 你不需要跟他限利关系 你只要照着这个模式去做,就可以了 但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是我们跟天父之间一个爱的关系 有时候,甚至于我不需要跟上帝说什么 他都知道 他都会给我 而且,他知道我的一切 有时候,我连自己里面的感觉,我都说不上来 里面,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但是,上帝都知道 所以,宗教是什么? 宗教是说,像律法 什么叫律法?就是一些规条 告诉你,什么都换,都换 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 你要做这个,不做那个 就是有很多规条 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对,你要拜神,要怎么个拜法 有很多规矩 但是,基督教不是 基督教是一个关系 你到你爸爸的面前,你需要想说 我手要放哪里吗?脚要放哪里吗? 要说什么话吗? 不用啊!你就过去抱他就好了 所以,你到他面前是什么? 这是一个恩典 他让你来享受他 他不会说,让我远一点 还没洗澡 不要,臭臭了 不给洗完澡,再来抱抱 不会,他就过来抱你 所以他是这样 他让我们来接受他 让我们来享受他 享受跟他同在 所以宗教,圣经里面有说 他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 初一、十五要拜 他说,你们首先要干什么呢? 我们这个不是宗教 你们确实这样做 他就是骂那些不懂的人 就是说那些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已经信主了 怎么还在守这些东西呢? 然后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在世俗里面活着? 服从不可拿、不可馋、不可摸的规条呢? 有些宗教说,你这什么东西不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碰 好多东西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些 我们不是守这种规条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来接待他 他说,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所以,什么叫做信耶稣? 信耶稣就是把他接到心里面 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永远不会离开 他就是他们权柄 怎么样?做神的儿女 以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真的严格说起来,我们是孤儿 你一切都是靠自己打拼 靠自己怕兵 没有人负你的责任 你如果不照顾自己的话 没有人会照顾你 人家也只是行有余力帮帮你 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靠自己 但是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 谁在照顾你?天父 天父负你一生的责任 因为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 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里面 好像脸上有很多喜乐、平安吗? 过去好像没有 他信主之前,愁容满面 信主之后,怎么搞的 那么平安、那么快乐 到底快乐是什么? 他又没有中乐透 他钱也没有赚得我多 他怎么会比我还快乐呢? 这个想不通 因为我们成了当年 我们已经不算是孤儿了 然后他说,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 得永生是什么?是长生不老 不是 他说永生就是认识神 我们来认识祂 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你越认识祂 你的心就越多融化 这个认识在希腊原文里面 它其实是讲到一种主观的经历 还不只是头脑客观理性的认识 所以这个认识就是得到 比方说我这边有个橘子 我可以理性的知道 这个橘子里面有维他命C 有那个钾 还有什么什么成分 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等等 这是客观的认识 但是当我把皮剥掉 我就拿来吃 祂所有的营养成分都是我的了 即使我头脑不一定那么了解 所以这个认识就是主观的享受祂 你会发现 当你认识这位神之后 你发现他怎么那么可爱 他比我在庙里面看到那些都还更可爱 真的他是我们的天赋 他真的是照顾我们无为不至 真的是无为不至 所以,我们这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认知祂